欢迎回来 我是阿姆西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下专业三恶魔亲王的第八集 震带攻击党呢会在第九集完结 那么同样的恶魔亲王党也会在第九集完结 那么现在呢我们过来把这个养的猪啊收一收啊 他把这个城市呢重新建回了五城 那待会我们如果要夺的话呢也是一个四地城 这个人数依旧是非常多啊 巢穴巨鼠这边还招了两只 然后这里是一只满边 这里还有大满边 不过我们这里呢招募了一些新的部队啊 就是这个孔虐混沌勇士长级 反步反大又破甲带狂暴 OK我们拿下此战我们损失了不到两百人啊 敌方的话呢是近乎全灭 关键是这个特性啊我们再次到手 战胜呢拿到六千八 然后劫略 因为我们之前截略的话少了一万三 不过也是不少钱啊 直接吸血 因为这是猪啊我们还需要养着啊 养到我们这个四神之边回来 再拿一波他的buff 这样的话呢五次buff才算拿全 不解者斯洛特 百分之十生命值很舒服哦 再来我们这场的话达到了 九千七百八十五的一个血量 我们把董白后倾队长招出来 直接招兵 我们这边是由血清降低了30%的招募费用 然后我们董白本人还没有点这个降低招募呢 为什么是零块钱 现在给他点上啊 可以降低15% 统合线的最后一条有个统合三 他降低了10%的招募费用 有了这个10%的话 配合这里的30%就是40%了对吧 然后我们基斯里夫这地方百分百的公共秩序 还降低了5% 这就45%了对吧 但如果算上我们这里的一个15% 就60%了 60%再加上那个铁矿或者木材 就75%了 还有这里的法令 如果你切换过来的话呢 就降低80%了 再加上绿色建筑中的炉中之炉减20% 就减了100%了 第103回合 我们纯于穷的部队已经全部招募完毕了 哎呀呀 什么叫奸骑大军啊 那么现在就赶紧往前线开拔 因为那支部队是19支 18支 再配一个纳钩食物官是正正好好的 随队食物官我们就叫做李卢之鞭 但是吕布之鞭有点难听 你就叫温侯之鞭 是不是更有逼格一些 然后四人之鞭我们继续北上 拿下敖门关 敖门关一旦拿下 威精就近在眼前了 轻松拿下 也就意味着威精啊 在两回合之后也会沦陷了 因为他的手军啊 并不比这个关口强 这里有七次礼服的四个树关 一下 再一下 已经残了啊 每个人三下 真不是吹的啊 真不是吹的 再来一周 搞定 下一个 一下 两下 搞定 下一个 一下 两下 下一个 这只是他实力展示的一小部分 因为他不只是武器威力比较高 抗性啊 血量啊 包括法术啊 回复啊 什么都很强 我正愁在想要不要打这个灵落命轮呢 他才不要先打我们的这个恐虐流放者了 那我们就先拿下这个卡拉克 飓风山 因为这个家伙已经跟我们开战了嘛 那么再多一个什么预诊官啊 都无所谓 对不对 找到恐虐流放者 我帮你加入对抗这个隐秘之行的战争 你给我点钱 这样的话就不会掉信誉了 那我们就可以名震言顺的 拿下这个飓风山了 我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我们直接自动啊 因为像这种恐虐长级啊 虽然说属性不错 但是在我们这边啊 就是最低端的消耗性部队 你人没了直接 我就说嘛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会有色列的军队 你是过来逃难的呀 哎呀 罪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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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混沌军队啊 怎么莫兵去把你灭族了呢 刚刚量了两队啊 我们这边再招三只 来我接战这边 他必然过来砍我 啊 是兄弟就来砍我 击败屠夫王拿到了五点命中 五点法律抗性和五点的远程抗性 所以说这个猪啊 也是必须要养的 我感觉和这个10%血量不相伤下 震丹又搞了两只满边啊 很烦啊 先拿威精再说 龙帝脚下的部队不得是七一色的龙卫龙弩吗 怎么还是这种常规军队呢 威精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记得不是啊 我记得威精的后面的天空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浮空城的呀 我敬礼下次定义啊 你们看 这才是龙城威精的样子 前面其实是一样的啊 就是后面有一个非常高耸入云的龙地居所 为什么我们在战役里面就没有呢 好奇怪啊 其实每个派系的首都啊 都应该设计一个特殊机制的啊 就比方说城市中央的雕塑变成了巨兽降临 多合理啊 震丹首都 快沦陷了快输了 或者说战斗条低于对方了 一下解锁 不说五六十队了啊 就解锁五队 先魂军的召唤 帝国那边 瞬间出现一些火星兵的这个帝国援军 都是很容易做的呀 咱们神董卓这边能不能自动 然后刷特性的呀 感觉好像还差点意思 我靠 这熊随便扑一下了 我们这纳构灵就死 不是说死一片嘛 飞一片 这是一场纳构灵和基斯里夫的对局 而且我们的目标啊 就是要死 所以说我们技能的都先不放了 给自己回个血 就要让他们死啊 全部死到大概百分之十五二十的样子啊 我们在营汉战斗 是比较合适的 怎么死的好像有点慢啊 他们居然打不过我大狗灵啊 董卓你先去一边 你们不会打不过这帮大狗灵吧 再开个加速回体力 不是吧 也很正常 我们这多少队啊 十几队 他这边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也有十队啊 你为什么打不过呀 我没蓝了 哎呀 本来还想放个什么法术 在大狗灵群里呢 哎呀失误了 刚刚不应该回这个血 我应该吃那个血瓶的 哎呀 我是没有点大狗灵群线的啊 点的是邪义者遗弃者 然后是这个大不敬者魔魂者 所以啊 他们就是自己的纯属性 你们知道吧 还可以啊 这一波吧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多送一点 这个熊起兵 熊战车啊 随便冲一冲 好 孔雷之剑 喵 喵 喵 呃 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六 心灵来来一发 来一发 来一发 当然最好不灭队啊 最好是打到10%左右 啊 这伤害这么低吗 还打掉了60%啊 50% 我都孔雷之剑砸脸了 居然都只死了一队 你说说看 而且呢 还不是雪然险胜 居然是队主上风 我吐了 吕布这里啊 我们和独龙城的矮人啊 来上一场野战啊 让我们这四只火妖 好好的来喷喷矮人 大概有一只半满鞭吧 他是丢出包 我是喷火焰 我倒要看看谁更猛 一轮灭杀 再干熊车 火妖保住了 输出就绝对不会少 我怎么又一对火妖的魔瓶破了呀 先往后撤一下 哇 他这个熊只冲我脸了 好烦 这个东西虽然很强啊 但是他确实很容易 很容易被人胡脸 还射身比较近 让貂蝉拦住这个熊车 癫狂一下 打什么这个火妖呢 对不对 然后我貂蝉好好乐呵乐呵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拉到这边来 拉到地方侧翼来进行一个喷射 然后我们的将军呢 过来啊 把关于手拉住 别让他过来啊 法术我们就随便放一下 因为我需要多留一点人 给我们火药喷这个 好 我们的火药已运动到敌方侧翼 准备喷射 喷 就往这喷 对就这 快喷快喷 快喷 喷哪 喷 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站在一起 喷开 因为站在后面那个火药 是不会喷的 我这为什么莫必权 飞出个将军啊 这什么东西 你别过来啊 我劝你好自为之 你不要过来 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就这样 这边不对死 无所谓 只要能看到火药 哦 太爽了 就随便喷了一下 你看看这边一大片 全死了 哎呦我的天 我们自己这也要被喷死了 这个破坏人就是物伤太重了 物伤太重 然后射程太近 你这将军怎么又倒我脸了 吃个血啊 把血直接补满 很靠近我 就定住 喷 瞬间给你们剿灭 这场我们的火药伤害呢 是13000 5000 15000 17000 主要呢 还是敌方不太惊涉 稍微喷了两轮 中间那一坨全部崩了 如果他不是劳往我脸上冲的话 我们可以去掉UI 看得更清楚 嗯 后面找机会吧 这帮矮人不是很给面子 至于一气者的话呢 无所谓啊 从他们的名字你们就能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 他们就会被一气掉 你在干什么 不是 我董卓还没拿到的 怎么吕布和李如都拿到了 诶 什么意思啊 刚刚才死了几个人啊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柳全英是吧 吐了吐了 你这波必须 给我出过血量解释 哇 这自动实力太低了 今日你们的目标就一个啊 死 你这个部队只要和对方 替在一起 这个物伤就非常重 这还不够密啊 这还不够密 好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 差不多了 就这样吧 再喷要死人了啊 这不出血量全身 你信 我寻死每一只都死到最后三分之一了 怎么还是略处上风啊 啊 还是得要一些能自动的东西 整个魏北列城啊 只剩下五个城了啊 那么妙影覆灭啊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哦 妙影本人 哦 终于出现了呀 啊 震弹全境被我拿下了一大半了 然后妙影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然后呢 刚刚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看 莫名其妙的 我就获取了几个装备 之前我们是进色念魔狱的时候啊 莫名其妙获取了装备啊 这次又来了 这次是尖骑的几个后续的装备啊 看起来不是很强的样子啊 我们就不换了 哇 一百回合了 终于能收一个小弟了 贝尔索灵啊 虽然这个家伙不是很强 但是能满足我这个收狗的需求啊 我玩这种游戏特别喜欢收狗 哈哈哈哈 没有别的原因啊 就是喜欢收狗啊 你是该派系的普通国 他们将无法发动战争 或者拥有自己的盟友 并且会与你共同对敌 没为何呢 还会献上共金 三百九十块啊 确实不多啊 把他收成我们小弟之后呢 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我们这个行程 虽然没有统一啊 但是行程法令啊 也可以颁布了 哎 很舒服 这样啊 才是我们神礼儒的一个后期配置 当然了还不是一个最终配置啊 我要先拿这个部队测试一下战力啊 第118回合 纳格玉整关进了雪神魔狱 色列迷魂进了黑暗亲王 大剑进了瘟疫领主 然后我们四人这边啊 就直接乔应军啊 传送 并不是进魔狱啊 穿行裂缝 只有传奇领主可以穿行啊 我讲过好多遍了 还是有些观众他这个说 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部队直接运过去啊 那是因为不能运啊 能运我早运了 好 然后呢 让董白把部队交付过去 至此 我们四神之鞭 终于切换到了最终形态 看一下啊 我们视觉狂魔 在有统合套装的情况下 特宝 35% 7000点血 95点护甲 500多的输出 破甲反步又反大 还带80点的冲锋 命中攻防也相当优秀 然后是恐虐魔魂者 抗性35% 远程伤害 818 近战576 破甲反步 115点的护甲 还有8000多点血 最后是我们的恐虐魔怪重型武器 8000多点血 95点护甲 110的武器威力 破甲反步又反大 命中闪避的也还可以 关键是他还有狂暴 加命中输出 还有嗜血欲加命中和破甲 还有冲锋 还有15%的武力抗性 当然了 我们目前的这个等级还不高 等我们后面等级高了 那才是真正的天下无敌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魔狱 色戀魔狱 我们之前是拔了个剑 但是我们可以再进一次了 如果你不是最后进恐虐的话 那他那个装备让你还回去的话 多难受 我们董卓呢 在这个海谷高原 旁边是烈火平原 这个地方有一个流浪军团 这个流浪军团的部队就很有意思了 震旦的将军 矮人的铁锤勇士 加屠夫 帝国的巨剑士 加高精灵岛上 关口的塞门守卫 还有高精灵的洛森海卫 还有五只矮人的铁龙炮手 这支部队是三系的混编吧 哦四系的混编 好家伙 哦终于出血解身了 哎呦我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死人无所谓啊 随便死 能换特性 终于出了 果然还是要靠这个 靠这个自动啊 哎呀不错不错 咱们再高两阶 就可以到达汤果雪坡了 加了5% 我们的血量是高了500点吧 那还有15% 加上去的话 难道就只有一万九的血量吗 嗯 还有什么特性是可以加血量的呀 感觉就算拉满了 也到不了两万啊 我们整个派系内部的 一号养住场 看见没有 养好了 二号养住场也养好了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私人这边 从魔域中回来啊 就可以把他们俩收掉了 很舒服啊 很舒服 派系组庭 零落命轮 我们的军队被挡在了路上 这是由尖骑派系 执行的阴谋 让我们本会无法动弹 而且是所有军队都没法动弹 所有军队 都别动了 我们得读个档 读到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们这里是需要和他 抢这个色念宫殿的作战的啊 抢这个灵魂呢 哇 这个奸骑计谋 确实挺恶心人的啊 我都不知道 你这么小个儿 怎么有勇气冲向我们 四神之边的啊 这大剑 虽然说挥舞起来是空气刀啊 但是帅气还是很帅 我们就用这一战啊 来展示一下我们四神之边 目前的一个战力 六只四血狂魔 跟在我们四神之边身边 这不冲过去给他乱杀咯 哇 你们看我们地面上的 牛头是中骨的斧头 这么大的吗 怪怪龙低洞 然后前面是我们的 恐虐魔魂者 我们恐虐魔魂者呢 他是不能手动攻击 敌方的远程的啊 他这边是不能点的 他只有进战模式 也就是说他只能自动射击 所以呢 我们就让他跟人部队一起 往前冲就可以了 而且他只有120的射程 你像远处射击的也不太现实 咱们这边三只四血狂魔 直接单切一个手觅者 三打一 他不是两只手觅者吗 这个好啊 三打一三打一 然后我们将军的话呢 其他的将军 那你这么多人 我可就要放点机能啊 你说是不是 闪电五连边 闪电六连边 随便搞点法术 来A下手觅者 看这个血量 很少有人啊 在我们闪电五连边 六连边面前 能挺过30秒 直接击杀 你在干嘛呢 你怎么又上天 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哦有一个天天法术可以用啊 直接放了 你下来 直接切地面啊 就不要在空中 搁那 搁那恶心人了啊 然后我们这边冲的部队啊 都被我们杀光了 看到没有 就和我们接触的所有部队 都被我们蒸发了 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他们 刚刚这个生命系的天天法术呢 是回血啊 就是一个超大范围的回血 这里魔魂者 把他宰了 肯定像是一只小螃蟹跳起来了 然后被我们视觉宽魔一刀劈回 哇 帅帅帅帅帅帅 好的 那么刚刚有两只是游化魔的血量 有点危险啊 稍微放了一下回复 给他们抬了一下 我沈董卓呢 被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羽群啊 这是羽群还是羽军啊 给围住了啊 那我们就进去打一下吧 他这个配兵啊 还是非常有意思 海味还不知道 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还可能射击呢 注意好屠夫啊 屠夫这种东西一旦冲到我们脸上的话很伤的 来把这个屠夫扬了 注意好敌方的铁龙炮啊 正面的话 你看我们的将军 挡住了大量敌方的这个部队啊 包括铁龙炮啊什么之类的 来配合一下法术 配合一下这个比方召唤 如果三对对喷的话 我们喷不过 因为他的这个火炕非常高 40% 我们不能做到什么三打三啊 我们只能做到三打二 然后这个狗再去把敌方的远程稍微摁一下 我要随便喷 无所谓什么有伤不有伤 无所谓 全部无所谓 技能随便放一下 挡住这个屠夫 别让他靠近我们挡住他 我们进行一场 非常公平的火焰对喷 看来是我火妖略胜一筹嘛 我三打一大赢了呢 三打一好像有点无耻啊 没有关系啊 这边不就变成三打二了吗 三打二的话 他就不会很吃亏了吧 因为我也是残的嘛 那我三打二的话差不多啊 差不多 我觉得战锤世界就应该多一点这样的对拼啊 老实上去拼A算什么本事啊 就是要火焰能量 也不一定是火焰能量啊 就是各种能量的对喷 我还喷不过他好像 我没有弹药了 我没有弹药了 哦干 看一下这波能不能出特性啊 因为我们都在看火药队喷了啊 旁边不得没怎么管 出了全体剑 能不能到10% 应该不行啊 因为刚刚得过5% 对对对 没有啊 然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点尾啊 7对长几 6对老牛 来吧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这个点尾换一把色列之剑啊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过不换也能打 不换也能打 只要阵线维持住 不被包围 没打 他远处这种 鱼镖发射器啊 这个偷偷点我的食人魔 呸 点我的牛头人啊 很烦 他们好像右翼攻了 左翼没有攻是吧 全部过来啊 不要小瞧使人魔 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是反大型的 就觉得我们是稳赢的啊 不是这样的 先宰将军 右翼这里的话呢 我们阵线稳得住啊 输不了 先宰将军 火腹 注意好全局的状态 这一场不是我们可以看进行战斗啊 一定要守好战线 回来 目前的话你看得出来啊 也只是维持军事而已 甚至从上面这个条看出来我们还在处于下风 就这么猛 法术来一把 主要是加一下我们这个条啊 没有将军的话呢 这个条根本不找 你把他们互动出去吧 省得待会再回来了 他们好像都往这个右翼来了 左围根本就没有人啊 弹血流头就不要上了 这边回来 这个炮不要想去打 打不过的 你的这个 木妖上去没有伤害的 一点都没有 这还有将军 抓在了 好 这又来可以冲了 这里的场景可以去打一下施角兽 施角兽我们是打得过的 如果是场景的话是打得过的 好 然后你们几个残血的牛头人 护送他们出去 哦 这边有牛头人没有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食人魔的实力啊 你以为你对场景就尾盈吗 并不是这样啊 我们打的还是挺辛苦的 近景都不敢看 就这么恐怖 哇 缺了一下啊 啊这边怎么还回来了 哇 让你们去护送了吗 这个没有蓝举 我终于要出一个混沌霸业了 终于要出一个混沌霸业了 啊 你来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了呀 其实蓝色列还挺好的这个时候 对吧 你来这个确实是没什么用的 打的是不是很艰难 真的很艰难啊 你说你要是不反大的混用 你怎么打呀 是不是 你要是残血的话 你怎么打呀 敌方是残血的食人魔 打我们接近满血的 反大的混用 还给我们打成这个样子 这波打完的话 我们是量了一对长级啊 牛哥的话哪怕剩一个人啊 只要你获胜了也不会判定消亡 还是很舒服的对吧 门克里尔极乐之鱼 一只色孽满边 编路的话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 因为他这边部队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些反大型 将军啊 所有的机能看一下 闪电五连边 闪电七连 六连边 再召唤一下我们 哦你看这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对面还是挺强的 你别说 尤其是这个边路 这个边路如果你不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很可能我们会 会死人 会死人 把这个 魔魂者稍微处理一下 我们现在这部队的实力已经到达了一种不怎么需要释放技能的程度了你知道吧 但是回血还是有必要放一下 这个回血呢 比什么 生命系的法术好多了啊 因为他是不限数量的 只要你几带一起 就全部一起回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这么多人啊 一起回复百分之三十多的一个血量 就很离谱啊 就很离谱 然后这个位置 因为天洁法术 他们的命中闪比又降了很多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些技能啊 哦那种特别强的技能还没有好 哦那种特别强的技能还没有好 哦这个居然还是蛮血吗 哦这个手咪者要没了 这个手咪者要没了 他们的事情呢应该已然崩溃了 一只又一只的嗜血狂魔 太惨了呀 色孽魔魂 这地方又卡住了啊 就如果说这个落地的空间不够的话 他就会卡在空中 哎就一直卡在空中 打嘛也不打啊 但是他又要站着这个位置 相比于我们的牛头怪啊 这个嗜血狂魔 他不是很顶啊 他真的不是很顶 很容易死了 包括这个魔魂者 相比之下牛头人会好很多 因为他是不会消亡的 他不是恶魔嘛 所以一定要多注意啊 万一要是死了 顶级部队补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色孽的最后一环 色孽之剑可以无限拿的 啊 这熊神不救也罢 我又不是祭司礼夫人 对不对 我 他是把我董卓斯上的四年剑给拆下来 然后放在这边 什么鬼 那既然如此的话呢 我们还是回来啊 直接进去打最终战吧 就不要这个 怎么这次就稳定连续都出色孽线啊 我直接拔的时候刷了15 20分钟才出了色孽线啊 而且呢还没有这个四人弄成 继续前进 第126回合啊 我们二进色孽魔狱呢 终于是可以打最终战了 这个自动我稍微有一点心痛 当然也无所谓啊 也无所谓啊 也无所谓 我们正好去掉一些 我们招一点长级垫脚 给他们垫一下啊 这个 嗜血狂魔 真的是有脸乳 好 所以 Belicore 已经建立了他的帽子 但什么意思 他没有继续 没有继续 没有继续 甚至是 Chaos Gods 负责他 什么东西 你 你坐在你的小伙子 但什么力 你真的需要 你真的需要 尽快 深入这个陶寻 适的 你的招呼 你的招呼 会发现全世界 神的帽子 会引起 力量 想让他们 来 他们 来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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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成 成绩 成绩 不可以 Belicore 控制了 forge of souls he intends to build an army of the most twisted manifestations soul grinders your chaos masters will not allow it i have no masters the chaos gods are forbidden to enter here be silent while we wait wait what for you to die 比拉克已经从阴影中恢复了实体啊带着他的这个魔魂者大军啊准备向我们袭来了 四神之变的血量呢是9447啊他是还没有吃过猪肉的啊 待会把不得一拿的话呢进猪场收一波猪肉然后呢就能达到上万血了 这里是纳购的两只满边攻城不过呢不用太担心啊纳购部队非常不适合攻城 而我们呢是孔虐守城孔虐是非常适合守城的 一增一减那么他两只满边的数量呢其实也就那样了 正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纳购的攻城塔 植物大战僵尸吗 不对这好像是个蜗牛 蜗牛 蜗牛 还是个海螺啊 哇这有点恶心啊这个东西有点恶心啊 地上的轮子居然是大不敬者手上的铃铛啊这都能当轮子的啊 有点草率的啊有点草率的 闪电炮你们怕不怕 闪电炮啊加上我们这边的一个魔法塔 这仗还不是随便打吧啊 你别看他两只满边啊没有用啊 然后整支部队的话呢有损伤吗有一点损伤 大概四分之一吧 然后看一下这玩意张嘴的样子 这个攻城塔做的有点骚啊真的有点骚 他这边只能上来两队了啊 这个被打烂的会被我们炮轰掉很多血的没有问题 这个位置的敌人好像打的稍微有点艰难 因为他正在这边啊 但先不管我们还有远处的敌人需要处理的 两个狗过来牵制一下 整个右翼的话呢所有敌人都被我们砍完了 然后呢有一小波敌人啊进城了啊 我们来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第二波的敌人嘛 反正已经是被我们轰的很痛了 移动速度太低啊致命弱点 我们这外面的狗啊可以配合这个东西 干他一队纳狗灵这个没有问题 牵制一下 打到崩溃他们就会直接消亡 好走了 你 先制一下 走啦走啦 他们多待一会儿就会被我们的炮火多破黄几轮 然后圈上边的话呢我们反正反部的这个放学鬼啊也是很强的 左路这个地方他的苍蝇啊也死光了 这边部队呢也死光了 只不过我们将军被这个苍蝇打死了无所谓啊 进城的部队的话我们用放学鬼给他拦住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城市守个什么纳垢两只满边啊 轻轻松松啊 真的轻轻松松 轻松脚杀 纳垢的攻城实力真的有点太弱了 真的有点太弱 他没有伤害走的慢就纯是肉 但是肉这个东西在剑塔面前太过可笑了 真的太过可笑了 好的那我们这期就给大家先做到这边了 这期会稍微有一点点短 主要是因为我最近这个录制呢有一些问题啊 一路他就这个掉针一路就掉针啊 所以说影响到了一些长度 不过呢也还好吧 三十七八分钟 还没有点三连呢 可以点一点 从头看到现在的各位 雨淡幕也可以走起来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会